分明三十二歲的男子在深夜的時候 攀登彰化的麒麟山 想要看夜景 卻不幸墜骨 在今天早上有山友在行津登山步道的時候 發現他的手機跟手電筒放在橋上 而且聽到他在橋下的微弱呼救聲 才將他救了上來 多名消防員員抬著單架 從樹林裡走出 行津松軟土石區 還險些滑倒 原來消防隊接獲通報 有民眾墜落邊坡 展開即刻救援 在這邊發現手電筒往下函 有人在嗎 二十四號上午六點多 有登山民眾報案 表示一早前往攀登彰化麒麟山登山步道時 發現途中一處草樑邊 竟有手機跟手電筒掉落 直覺不對勁 走到那邊看到手機 還有一個手電筒 他就很奇怪 怎麼有這種東西在這邊 他就叫他一下 但是他就會還有無意乱 這一罕赫然發現山谷下方 傳出微弱求救聲 這才驚覺有登山民眾 掉落十五米深樹林邊坡 急忙向外求救 該處是人煙稀少地方 它是從那個山頂上出公尺掉落 掉落到那個溝徐東 發現說有輕微的腦出現 另外就是腳的部分 有一點點的骨折 被救起的三十二歲 消息男子爆炸後在醫院治療 他自稱半夜兩點多跑到山上 看夜景 在橋邊休息時疑似不慎衰落 他就是為了看圖 看那個夜景 看夜景 就不小心滑倒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說七月怎麼會走出的 熟悉熟悉男子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墜骨原因 為何人帶進一步釐清 在林毅峰 中華報導